北京时间9月22日,女篮世界杯的比赛正式打响,中国女篮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对手拉脱亚女篮,中国女篮所在的小组有实力强劲的美国队,中国队想要小组第一晋级可以说难度太大, 而争取小组第二也成了中国女篮的目标,第一节的比赛开始后,双方在将棋四分钟的时间里没有得分,李军入布兰打破场上将棋,迪凯欧拉突破为拉托维亚得分,李茂打成2加1,斯坦伯加突破上篮打进,孙孟然强打篮下命中,韩旭断球少庭快速上篮得手,中国女篮凭借着一波小高潮将比分拉开, 杨立维三分命中,中国队17比8领先,克雷斯林那中投命中,首节结束,中国队17比10领先拉脱维亚,第二节的比赛开始后,拉脱维亚加强防守,比赛也一度被缩小到一分,中国队完成一波7比0的小高潮,比赛来到了24比16, 斯特劳特曼命中本场第一季三分,拉脱维亚完成抢断迪凯欧拉库二分命中,分差来到三分,中国队请求暂停,孙孟然中投命中,赛停场到前场篮板上来命中,普特尼娜三分命中,中国队连续进攻不中,李孟强打造犯规两发中一,维图拉造犯规两发不中, 斯坦国家三分再重,李孟强入前场篮板得分,为托拉突破打将,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,中国队领先一分,第二节的比赛中国队,在篮板球上保护不好,第三节的比赛开始后,拉脱维亚连,得四分将比分反超,中国队也是打得稍血被动,李孟强两次罚球为中国队打破场上僵局,迪凯欧拉库强打上篮命中, 李孟强被对手抢断还赔上犯规,随后中国队内来开花,打出一波9比0的小高潮,拉脱维亚请求暂停,拉脱维亚连得六分,三节结束双方战成44平,第四节比赛开始后,李孟强被吹法第四次犯规,少廷强突,内线得手,拉脱维亚连得五分将比分反超,中国队连造犯规四把二中,拉克发两分打中, 少廷发球两次不中,少廷一打三,再晃到对手后篮下面,对两人加防打中,还是造犯规两发一中,中国队缺平比分,普尔维瑞上空篮打将,杨立维三分打将,王思玉两发全中,拉脱维亚连丢三个前场篮板, 普特尼那两发全中,还是篮下勾手命中,孙梦然两发不中,迪凯欧拉库中投命中,孙梦然换背防守队员上篮命中,少廷打板命中,中国队领先四分,最后十颗迪凯欧拉库上篮不中,迪凯欧拉库两发一中,分超只有一分,拉脱维亚再次抢到篮板, 迪凯欧拉库上篮被冒,孙梦然上篮没有,拉克扫上篮没有,拉脱维亚半规,杨立维两发全中,比赛时间只剩下两秒,中国队领先三分,王思玉完成抢断,中国女篮三分写胜,虽然赢下了本场比赛,但是中国女篮在前场篮板合罚球上,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。